马上带大家看看新闻方面的消息 美国的人口普查自1970年内每10年就会进行一次 2020年的全体美国人都参与了美国的人口普查 将会在明年的4月份就会开始进行了 而日前人口普查在橙院召开了原卓会议 由众议院KT Porter主持 日前在Everland举办的Orange County2020年 人口普查原卓会议由众议院KT Porter主持 人口普查将会在明年4月展开 会议中更加强调所有美国人要关注普查私隐的问题 人口普查局我们所统计的这个十年一次人口普查 分享这个资料除了这个有关于统计的这个数据 多少人数啊那百分比多少啊 他任何仔细的这个资料跟个人饮食的资料 你住在哪里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 这些资料完全都受美国的法律保护 所以人口普查局不会跟Ice 不会跟Commun Security 不会跟警察 甚至连这个城市的那个City 他都不会跟他们分享谁住在哪里 他们只知道的就是统计的这个数据而已 千后为时 采访报道